远归台风外围环流雨势趋缓 昨晚台八线中恒东段造成灾害阻断的道路 在今天14号上午10点抢通了 并且也恢复车辆通行 连日来的豪雨造成花莲现境内多条道路土石崩塌 同时也造成中恒公路的道路阻断 在公路局的抢救之下 14号上午10点抢通 并且也恢复了车辆通行 在管制措施解除之后 新陈分局也呼吁用路人在行驶中恒道路时 注意天气状况以及管制措施 尽量能够避开豪雨来临期间进入山区 才不会受困于山区道路中 记者林杰秀林湘采访报道